警察人员才刚到工地 移工马上往地下室冲 连梯子都来不及拿就往下躲 顾不得地下楼层还是满地泥泞 在预留的通道空间还有寒洞口到处乱窜 就是不想被遣返 但还是躲不过警察的阴眼 有四名逃逸移工不顾安全 直接在灯光昏暗的工地往地下室跳 有人担心移工在逃跑过程当中可能会受伤 直接打119报案 幸好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9名逃逸移工都找到没有受伤 清查过后一口气就在同一个工地 总共逮到了9名逃逸移工 而且工地不只是工家的 还是新北市政府的社会住宅竟然拼用黑工 我们公共工程的状况不应该有这种情形发生 第二个是移工的状况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 是 因为他这个移工 我相信逃逸移工是一个工地转一个工地的 他大概是这样 不过我们做个前面的前世的普遍清查 议员认为公共工程可以申请合法移工 没想到社会住宅带头违法 就算市府下令全面清查 在大缺工的状况下 难保不会春风吹有声 华氏新闻红布华人红志新北市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氏 还没有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氏YouTube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